轻科幻冒险悬疑网剧《致命愿望》正在热播 该剧讲述一款名叫微事的APP引发的一系列危机 剧中的几位主角又与微事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最终命运走向何处呢? 纳多是一名报社资深记者 被一个神秘男子在监听 当他试图寻找窃听者时 却被神秘人绑架 神秘人向他介绍未使者协会 并要求他与自己合作 纳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他也曾是愿望游戏的受害者 他在一次剧本杀游戏中 不慎害死游戏设计者 纳多远以为是自己的过失酿成大祸 一直心怀愧疚 没想到是被别人算计 一切都在背后操纵者的掌握中 如今往事重现 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陆里都深陷其中 纳多决定找出幕后之人 还自己一个清白 原来威慑的背后是一个叫王美芬的女人在操控 妄想通过这个软件控制人性 达到毁灭世界的后果 知道真相后 纳多决定和陆里 裘文东等一群年轻人组成一个团体 共同反抗未使者协会 没想到的是 威慑的设计者竟然是裘文东的父亲裘克凡 在他调查威慑的过程中 裘文东对自己内心的欲望控制 与王美芬成为共谋 还黑化成为杀人凶手 裘克凡眼见自己的儿子沉迷其中 终于醒悟过来 决定亲手毁掉威慑 以免酿成更大的错 最后 裘克凡决定和那多 陆里联手 从王美芬手下摧毁威慑实验 唤醒迷失的裘文东 没想到裘文东执迷不悟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从威慑中满足自己的利益 而王美芬在知道威慑背后的秘密后 立场发生了改变 选择了背叛组织 与众人联手反抗魏使者协会 大结局中 在纳多 陆里 裘克凡 王美芬等人的努力下 魏使者协会的阴谋败露 被有关部门绳之以法 所有人的生活也都回到了正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搜尾